你好 欢迎收看5月26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首先带您来看到的是 中央疫情中心公布花莲县新增一例新冠肺炎确诊案例 是编号5890 80多岁的男性个案 而这名确诊者目前是染疫光复北漂气修工的岳父 目前就疫苗部分 花莲县获得中央配合的AZ疫苗 共计有2200剂 目前规划将全数优先发给各医院端 供给第一线的医护人员施打 就目前数量确定没有多余的疫苗 可以供其他类别民众使用 因此县长也大声呼吁中央开放地方或民间购买疫苗 来解决疫苗不足的问题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公布花莲县新增一例新冠肺炎确诊案例 编号5890是80多岁的男性个案 县卫生局说明 这一名确诊者是日前染疫光复北漂气修工的岳父 卫生局也针对了个案5890足迹进行接触者匡列 包括了家人一位 因为都在家中 所以足迹相对单纯 5月20号匡列为居家隔离 22号区院快筛 23号在家 24号确诊送医隔离病房 而县长许正威也呼吁端午节将近 防疫期间也请在外县市的学子游客尽量减少外出 才能够避免染疫的情况发生 全国大家同步配合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戴口罩 少移动 尽量待在家里 我想这才是一个最好的方式 在这个才是最好的 我们现在第一个确诊 第二个疫调 之后消清 其实消毒清洁 这都是发生之后 衍生出来非常非常多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做到的就是 在源头我们要做好自己 源头是什么 源头就是做好自己的管理 我们把自己管理好 那自然我们就把很多的风险降低 有民间我们可以来自行购买疫苗 这个让如果中央 因为政治立场的关系不方便 其实由民间和地方政府来做 来一起中央地方来合作 我想这样子会更快来解决疫苗到位的问题 再一个第二个呼吁就是 呼吁大家真的要自主健康管理 把口罩戴好戴满 少移动还是这样 我还是坚持这一个部分 第三个就是呼吁 我们在远传女职员有接触的57位的我们的顾客 从今天早上到现在一共有32位已经筛检了 另外还有25位 我们卫生局在这个今天一直联络 25位还没有联络上 请这25位是不是可以跟花莲县政府卫生局来联系 我们安排为大家来做快筛 而在疫苗的部分 花莲县获得中央配合的AZ疫苗共计有2200剂 目前规划将全数优先发给各医疗院端 供给第一线的医护人员施打 就目前数量确定没有多余的疫苗 可以提供给其他类别的民众使用 县长许正伟大声几乎中央开放地方或民间购买疫苗 来解决疫苗不足的问题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